当地时间8月19号下午 德国桥界自发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爱国爱港座谈会 中心社记者采访了几位在德国生活多年的香港人士 对于近期的香港情况 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爱国爱港对于老一辈香港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塞德港人张义首先向记者动情地讲述了一件40多年前的往事 不过我有一个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刚好18岁我就到高中到加拿大念高中 一次就是到美国去个西亚头去过警 过警的时候美国过警 因为我拿的是香港的护士护照 香港的旅游证件 那么因为我有这个student visa 就可以去那个西亚头 热警的时候他有一张application方要停的 那有一项叫nationality 我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忘记到现在40多年前 nationality我是写着Chinese 可是在过警的时候 他就看那个表格 他说 You are not Chinese close off the Chinese 把它滑掉 and then put down the word stateless 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刺激 就是说你state的就是富士领人 就是难民 你是没有国际的人 这次到现在为止我都没办法忘记这个事情 1997年 当时为一家德国企业服务的张义被派回香港工作 亲眼见证回归的时刻让张义兴奋不已 2002年他回到德国发展 其后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开始致力于推动德中经贸交往 张义说 无论走到哪里 他都不曾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同样 来自香港的波恩华侨中文学校校董会主席 文建立认为 香港当前的乱局 与教育 司法 和传媒三方面因素有关 希望政府果断采取有效措施 恢复香港往昔的光彩 除了呼吁以法治原则严正惩处不法分子外 张义还谈到教育好下一代的急迫性 在张义看来 正在进行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将增强香港的国际金融 航运 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地位 在这场新的改革开放中 香港青年不应缺席 这个是要多方面的联系 要我们中央政府 对香港的一个特别的测试 还有香港的德区政府 也有个领导人 也要配合我们 配合中央 我们在香港的居民 明白 香港的将来 香港的前途是对我们的香港 他们下一代是有多密切的关系 其实很多消息可能传媒没有报道出去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情况 官方方面是有很多这样的消息 可是没有真的到一个需要的层面 基本的层面还没达到这个公司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肯定是一个问题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间的经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